青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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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某文 今天有朋友出來福田食家的蒸池海鮮自助 大家過後可以在會展中心站 來到領展中心城 出來之後直行先 去到中間位置 我們現在去G層的中庭 到了中庭位置 在這裡有扶手電梯下去 下來就見到了魚撲匯 在門口還有一個水池 看看價錢 298元一位 我們剛好12點來 人就不算很多 坐下了 在這裡有蒸鍋 也有水煮鍋 出去拿東西吃 看看熟食 有烤榴槤 炒蟹 小龍蝦 現代牛肉也有 這裡是一些小食 咦 鍋底 煮燒烤 有烤蟹 魚骨 魚頭 青花魚 秋刀魚 水池有海螺 紅口貝有花螺 聖子 青口 好 鮑魚 鮑魚都幾大隻 還有帶子 扇貝 九折蝦 時令大集派 很漂亮 生蠔帶子 高鞋 前面這些是做火鍋的 咦 隨環都有 壽司 前面有刺身 水果 有山竹 看上去都不錯 前面還有飲料 有酒飲 紅酒白酒 XO 青酒都有 有普通的花茶 雪糕 蛋糕 蛋糕 今天鮑魚 挺大隻 可以叫它洗 有服務員在這裡 好 第一輪先拿著這些 左上角有山竹 有蠔 這邊有燒烤 三文魚 今天見到是不錯的 頭鞋 帶子 放進去蒸 煙切牛肉 蝦滑 最後還有海鮮筒 裡面還有大集派 開餐開餐 服務員幫我們把海鮮筒倒進去 現在開始蒸了 菠蘿啤 菠蘿啤 我朋友來這裡馬上拿這個 因為外面比較少有 燒烤魷魚 這個燒烤 不會加很多調味 我覺得OK 不會太濃味 脆骨 這些燒烤 拿了快點吃 因為涼了就沒那麼好吃 這個就是鹽燒 鹽燒脆骨 三文魚刺身 剛剛拿了就看到是比較肥 色澤也不錯 蒸了8分鐘 這個海鮮山 OK 快點拿海鮮過來放一下 熱辣辣 新鮮熱辣辣 放過來涼一下 先涼一下 剛剛這些背殼 已經被我拿出來了 現在做鮑魚 鮑魚就要自己剝掉 鮑魚大家記得有鮑魚咀 要撕掉鮑魚咀 在這個位置 撕掉 在這個位置 小心一點 它裡面有內臟 可能會爆出來 這個位置 綠色這個位置 OK 這個鮑魚 很彈手 這裏的鮑魚 肉口 是否夠大隻 又夠大鮑魚 新鮮 試剝一隻花蟹看看 看這隻花蟹 蒸完還有很多水分 分你一半 這個花蟹的鮮味不錯 肉其實不少 大雜蟹 剝大雜蟹的時候 帶子也好 這個帶子 如果出去吃 一隻帶子 出去吃 應該差不多要 三十八到五十八塊 左右 這個 可以吃多一點 容易回本 拿手給大家看一下 夠大隻 放涼了一張大雜蟹 撕出來 看到有鯑魚在中間 滿滿的鮑魚 滿滿的鮑魚 分你一半 多謝 現在吃大雜蟹的時候 來吃自助餐 有了這個大雜蟹 就真的不要蝕飯了 吃多一點 看看第二隻 是否一樣爆鮑魚 嘩 一脫掉就看到了 嘩 開 開 都有的 裡面 那些糕在裡面 開第二隻 全部都是鹹蛋黃 看看這個帶子 出去吃這個 一份帶子 它會切到 幾片薄薄 現在這個這麼厚 吃起來就爽了 這個帶子 好結實 好吃 肉質比鮑魚更小 現在12點幾1點 人多了很多 九折蝦 九折蝦 比基維蝦的肉質更實 爽 好新鮮 帶子是一定要拿的 回本 回本 大雜蟹都還要再拿 拿之前 它會幫我們處理一下 否則它會到處走 剛剛伸出了榴槤 很快被人拿了大半 剛剛那一段有羊排 咦 都幾厚厚 大小肥 挺香 酥味是有一些的 肉味都夠 剝完 準備再放這個帶子 帶子 多吃幾隻 還加上這個 大雜蟹 這個蝦都算幾嫩 我也是蒸了7分鐘 7分鐘應該很好了 帶子吃得了 蟹呢 再蒸一會兒 剛剛那一段 大約一口被我咬了 沒有看清楚 現在撕開給大家看看 多厚 一絲一絲 看到 夠了鮮味 吃到差不多 要做火鍋了 我朋友吃牛肉 煙煎牛肉 剛剛我剝的蝦頭 都沒有了 放在竹底 還有蝦滑 一隻蟹都差不多 可以剝了 一樣 一邊就知道它多黃 看到裡面了 其實過來吃 要回本應該不是很難的 大致每人吃兩三隻 這個大雜蟹呢 每人吃三四隻 那你都差不多抵了二百多元去 幾飽滿 最後放一個脆環片 差不多飽了 這裡的蝦滑 蝦肉吃得出是幾多 脆環 這裡真的大包圍 對於香港人喜歡吃的脆環 鮑魚 還有海鮮大雜蟹 還有現代牛肉 所有都有提供 三百元 吃回票價 最後吃生果 看到整桌都是殼 剝掉生粥出來 慢慢咬 大家來這裡吃 這個生粥是最貴的 另外不可以錯過 剛剛講了兩次 帶子 帶雜蟹 多吃幾隻 就回本不難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